电钻响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东工小米 今天有一个集成款的电动量一家 好多师傅都私信我 发一个集成款的 今天我们进去看一看它是个啥情况 这个集成款的拍个视频 完了没拿水平衣 木叫真吗 没拿就没拿吧 因为他家做木工 木工一定有这个水平衣 今天一直在下雨 下了整整一天了 到这边把我给淋的 过来的时候 木工刚刚把点子做好 还在打交搜边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镶嵌式的 内嵌的电动量一架 这种一架其实相对特别简单 不过这个安装很麻烦 费事 看看这两个塑料夹子 这个就是集成板上要掏动的 这个东西不好弄 木工做这个顶子知道我们装集成一架 然后全部已经分钟了 让一架 留在了正中心 然后我们安装定位的时候呢 就是在它现有的板子上 做一个中心点 两边都画一个中心点 这个一架量恐惧呢 我是习惯在这个机器上面量 我们有一个模板 也可以量那个模板上的尺寸 那个也是标准的尺寸 这个量机器是我个人习惯 量好 我们记下来 水平仪只能用木工老师傅的了 我们用水平仪放出这一条直线呢 就是总确的找出了这个顶子的中心线 找出中心线以后呢 因为它这个顶子是木工当时已经分了钟了 现在它是拆下四块板子 然后这两块板子的这个中心线呢 其实就是这个一架的定位中心 然后我们画线的时候找个机车板呀 石膏板呀木板呀 就是垂直角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中心 两边的中心点找出来 找出来 咱们在中心再一泡 泡一下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 你们自己也可以自己行 找出这个中心点以后 这个也是一架的中心 因为这个一架是一米 总长度是一米二十二 然后我们从中心向两边延伸六十一公分 延伸六十一公分呢 这就是一架总长度的这个打孔位置标记出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短边的这个两个螺丝 也直接的距离也标记出来 一边是八公分 总宽度是它是十六公分 这样做呢 只是用磁子量出来的 还有一种办法呢 我们可以把模板拿上来 把模板拿上来以后 直接把模板的中心给它标出来 标出来对着我们的中心点 然后画孔也可以 平时装电动量一架呢 我们打孔的时候打四到五公分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做的那个膨胀螺丝一般都是五公分左右 所以说我们打五公分足以 厂家带的脏管 螺母还有那个吊杆 我们自己现场加工这个膨胀螺丝 内嵌一架它这个螺丝比较省 它还用的不是太长 也根据我们现场的情况自己去测量 切好吊杆以后 我们就是自己组装这个 先上一个螺母 上一个套管 然后再上一个那个那个 那个叫那个称帽 然后就组装一个变化螺丝 这样 这种的其实用起来特别的方便 因为我们要多长可以做多长 根据现场情况而定吧 木工老师傅把主龙骨哎呀 做的刚好 只留了一米二五 一边螺丝都紧挨着它这个主龙骨干活有点不方便 再控的稍微宽一点的话 我们干活就方便多了 螺丝固定好以后 我们现在呢 开始上主机 这个机子特别的轻 我感觉它就有七八斤的样子 比划了两下 这个顶子太窄了 这个机器它斜不进去 那没有办法了 只能把这个两边的板子给它拆掉 拆掉以后把这个三角龙骨向两边扩一下 然后我们机器上的时候呢 就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它都是从油流的底 这种情况呢 往往就是这个吊顶和那个水泥顶离得太近 如果离得稍微宽一点的话 机器可以斜着进去 这家业主和木工怎么商量来着 我也不清楚 我觉得这个尺重给我控的有点难受 应该他们控宽一点 这给我主机就八公分的厚度 它给我只留了八公分 你给我留十公分 我们多好干活 今天这个活 你如果上面留七公分 那不好意思了 其实这个活是干不成的 装的没法装 这就算勉勉强强的已经装上去了 装上去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电源线给它提前接好了 电源线呢 我留到侧边了 侧边这个板子也可以拆下来 这个还比较好干 如果阳台再窄一点的话 这个线还能在里边截 下一步准备我们要偷动了 先拿这个剪刀架呢 我们做一下预阻 剪刀架伸下来以后 看一下这个掏动的位置 是不是在这个两块板子的接范 接范处 在这个接范处的话呢 我们掏动的时候就在这个 接范处 接范处掏动 两个板子平在一起 掏动 现在准备掏动了 其实掏动这个活儿不是我所擅长的 因为咱也不是专业吊顶的 也没有什么专业工具 以前有一把剪子 找了找了把剪子也没找到 不知道在哪个工具包里面压着 然后我先画了一个以前那个掏孔的 我突然研究发现这个东西升级了 跟以前那个不一样 以前我记得就把这个梨孔画出来 然后一千个两块板子一压 刚好凝螺丝就可以 然后我画完以后发现不对 它这个升级了 不一样 然后就重新标记 沿着它这个外沿就画了 这个活儿是比较细的一个活儿 所以尺寸上的不能不能差 一定有两种在干 这个不能着急 着急还容易犯错 因为不是我们所擅长 专业调点呢 人家会玩那个剪刀 那个剪刀切割这个 那剪这个东西都卡卡卡剪下来 咱不行 只能用角膜机切了 好了 切好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塑料压片给它压上来 不过这个要分里外的 一个是在外边 就是我们能直观的看到那一面 这个是里边 这个是有四个螺丝 这四个小螺丝呢 给它掐上去 把这个板子就夹住了 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从正面看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现在这两个都已经做好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上解刀架 上的时候把这个板子给它套上去 如果我们先把剪刀架装上去的话 再装这个 其实装不上去了吧 以前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装上去了 发现 这个东西淘不进去 现在当然是有经验了 跟这个剪刀架是一块上 其实做到这一步呢 这个活基本成型了 有难度的活基本上都已经干完了 剩下的就是和那个什么都差不多了 我们装明装量一架都差不多了 这是一个灯 其实就是一个平板灯 两一架这个正面它出来两根线 这两根线呢 其实就是装这个灯用的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平板灯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太简单了 现在我们司机上下灯都能亮 没有问题了 剩下的就是把这个晾一杆全部给它装上去 现在的晾一杆好多都有这个横杆 其实装起来挺浪费世界的 包括好太太的都有横杆 我就纳闷 现在天马上都黑了 我们这今天都下雨 这本来应该下雪的天下雨 刚才呢装那个集成款的电动量一架 装的挺费劲的 那客户问厂家呢 说是这个顶啊 到那个集成掉顶 中间要控多少的距离 厂家告诉他是要控20公分的 然后他坐的时候木工在那坐 木工也不清楚 可能只给控了11公分 11公分他还有那个三角龙骨 还有集成板的厚度 这个本来是要装在那个三角龙骨以上的 11公分解掉 3公分就剩9公分了 8公分了 然后那个晾一架的厚度也是8公分 紧挨着顶贴的死死的 然后上面还有线 装的很费劲 其实装这个集成两一架 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取一个中线 能把这个机器装正 左右呢 蜂拥了 这个解刀架 解刀架下来以后呢 他就和我们的集成点是对称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集成点啊 就是集成点那个装那个 装那个洞的时候 掏那个洞的时候 那个比较费点事 其他的其实都没啥 跟我们正常安装电脱 两一架都差不多 遇到这种的呢 大家看看视频 反正我就是这么装的 有啥好的办法 其实提出来 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研究 最好就是把我们的速度提升起来 我这个都搞了一个半小时 这些不容易 每一次搞这种的 就是一个半小时 快不了了 没办法 好了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天也黑了 我这次还有两家活要干 拜拜